2012年度的联大一般性辩论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进展令人失望 即使是安理会可能做出一致决定的 最微弱希望也难以实现 两个拥有否决权的大国 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抵制对阿萨德政权 采取强硬措施的任何决议 德国联邦外长维斯特·维勒 向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 发出紧急呼吁 必须要对叙利亚问题 给出一致的回答 面对叙利亚人民 联合国安理会直到今天 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在这里要提出强烈的批评 安理会决议的封锁不能成为最后的结局 联合国安理会能够达成共识的 仅仅是同意阿拉伯联盟 在叙利亚冲突中扮演更多的斡旋角色 在德国的倡议下 安理会与阿盟之间的关系得以加深并升格 目的就是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各种冲突 包括巴以冲突 施加更多的影响 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 安理会对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加强合作表示认可 阿拉伯联盟对这一肯定表示诚挚的谢意 但同时也对安理会的工作提出尖锐批评 阿蒙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要求安理会 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这样的目标给2012年度的联大会议仍然带来了巨大挑战 与会代表再次就安理会缺乏行动能力 以及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假如我们不能成功地让安理会适应当今世界的要求 那么它就会早点削弱 德国和另外三个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 印度 巴西和日本都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德国也希望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 外长维斯特维勒强调 欧洲必须摆脱债务危机的宽扰 在联合国改革的进程中 欧洲也应该被视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 欧洲也应该被视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